前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首席经济顾问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 2012年元旦在莫斯哥回声电台的节目中 向俄罗斯听众公布了他的研究院评选的2011年全球十大事件 安德烈指出上亿中国民众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是2011年世界最重要的三大事件之一 安德烈·伊拉里奥诺夫是俄罗斯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战略分析家 是俄罗斯经济分析研究院的创始人和院长 他在2000年到2005年期间担任俄罗斯总统普京首席经济顾问 安德烈后来公开反对独裁的普京和执政党 他现任其他俄罗斯党的国民议会议员 是俄罗斯很有影响力的人物 莫斯科回声电台是前苏联时期的第一家独立广播电台 目前仍是俄罗斯唯一的政论性私营电台 这家电台的新闻节目在俄罗斯有较大的影响 安德烈新年1月1号在莫斯科回声电台的不开玩笑节目中 公布了他的研究院的研究结果 对2011年所发生的世界大事做了总结 希望直升电台报道了安德烈的谈话 现在谈谈世界上发生的事件 有三件事我们认为非常重要 需要提出来 一个是备受关注的阿拉伯之春 那么还有两件事情 其中之一是具有巨大影响的欧洲危机 这一危机可能是整个欧洲模式的危机 包括经济 政治和社会的危机 还有就是中国的退党大潮 安德烈着重介绍了中国的退党大潮指出 鉴于退党大潮的规模 中国本身的重要性 以及退党运动的公民性质和对民众心灵自由的解脱意义 他认为这件事是去年世界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目前已经有一亿多中国民众 推出了中国共产党 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今年前2004年的时候 出版了九篇共产党一书 这本书推动了中国民众推出中共 和一切与中共有关联的附属组织 全球退党副中心主席易荣向新唐人表示 退党大潮正在从组织上和平解体中共 安德烈的评价显示了中国退党大潮 对世界的影响日益扩大 他的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一人三对极限是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不仅是对中国 他对世界的影响都是巨大的 中国是最后一个最大的共产极限国家吧 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的话 他对这个世界的和平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他会改变世界的格局 无论说2011年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 而且他会在不远的将来会影响更大 2011年12月25号是苏联解体20周年 在苏联共产党解体前 也发生了大规模的退党潮 有420万党员退党 相当于苏共2000万党员总数的五分之一 原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 综合研究室主任程晓龙指出 当时苏联人民对共产主义的信仰已经崩溃 当时在高尔布乔夫时代 就已经有几百万人退党 当时在苏联是出现了一个退党潮的 在这种情况下 高尔布乔夫不得不加快政治改革 因为他知道如果再不改革 这样一个被民众退弃的党 他要不改革的话 他会很快地流失更多的党员 这个党最后无法存在 因为退党而亡 所以苏共的亡党应该讲 更早是在退党所开始的 目前在大纪元退党网站上 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的三退人数 已经达到了将近一亿一千万 而且每天以六万左右的人数递增 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 全球退党副中心在2012年新年赫茨中指出 没有共产党才是新中国 当亿万民众退出中共获得的精神自由 解体中共变成了水到渠成的自然过程 三退已成为民众自救 中华民族重生的光明大道 新唐人记者长春李元翰孙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